1.跨幅擂台测试放出 随着新资料片在测试区的放出 跨幅擂台也正式与大家见面 在昨天最新测试的几个服务器 各等级的PK玩家踊跃报名跨幅擂台玩法 相信在全幅放出后 这一盛况会更为空前 2.涛哥买到130布膜精轻链 涛哥发消息全幅收购130精轻布膜项链 仅仅两天时间便成功在禁闲门一位玩家手中 以11.8万元的高价收到 这就是超能力的魅力吧 3.梧桐打成10技能关照地厅 近日梧桐在直播中联手地厅王 成功打成一只10技能全红关照地厅 运气相当不错 4.13技能净台立批童子55万上下 近日万里长城服战队的一只13技能净台立批童子 以55万元的价格上架 虽然这只童子是野生召唤兽 但是有着近台对其属性的恐怖加成 依旧比普通童子高出一大截血量 5.75级别效力女头遭倒卖 前不久2万元被顺秒的75级别女头再度上架 而本次的百价高达8.5万元 很明显是被商人倒卖了